现在我们要介绍直流RC电路 直流RC电路 就是说我们的直流电路里面 我们刚刚看了只有两个元件 两种元件 一个是电动式座 一个是电阻器 那现在我们多一个电容器 这电容 多一个电容像这个样子 多一个电容 这个电路呢 我们就要看看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理想电压源 这边有一个电阻跟电容器串联 这里还有一个电阻器 说R2 这里有一个switch 有个电开关 它可以切到这边 也可以切到这边来 现在我们看 当我们的开关 就是说电键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电动式两端是断路 是断路 断路就没有电流 电流不通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我把这个开关切到这边来 切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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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这边来 开始计时 开始计时 你看 你一切到这边来的时候 这就变成一个通路了 坑路 那这个 在正端所堆积的正电荷 这堆积的副电荷 就开始要圆这个路跑 正电荷这样子跑 副电荷圆这边跑 一直跑到哪里呢 跑到这个地方就不能跑了 对不对 正电荷跑到这里 副电荷跑到这里 就堆积在这里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哇 没有阻力 所以这个一开始 这个电流好大 就从这里过来 这个电容器本来是空空的 那后来就开始 就堆积了电荷 它一旦堆积电荷 这边电压 电位就高了 这边电位就低了 于是这两边的电位差 就没有当初那么大 比较小 所以电荷再过来的量 就比较少了 这个副电过来的量 也就比较少 也就是说 它的电流 就比较小 它继续堆积 只要有电流过来 还是堆积啊 堆积到这里的电压 跟这个电压一样大的时候 那就是这两端 没有电位差 这两端也没有电位差 至终它的电流变成零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个开关 切到这边的时候 一开始电流最大 然后最后电流变成零 是这样子的 那么在最初跟最后的当中 最初跟最后的当中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一看 这个当中 这个上面的电荷堆积的情况 这个堆积的 就是越堆积越多 最后就有一个Q maximum 最多的电压 它最大的电压 就是等于这个电压 那电流起初是I0 后来就变成零了 那我们怎么算它呢 我们现在就看还是这个电路 现在通路了 假定在任何时刻 它也不是最初 也不是最后 在任何一个时刻 假设它的电流是I 那么这个电压呢 这有I啊 所以电流这么流下来 所以这个polarity 这边正这边负 那这个就是 叫做VR1 就是R1两端的端电压 这个正电荷 这个负电荷 所以它就有VC 这个代表capacital 两端的端电压 这边是电动式本身I 我们远这条路 Apply Kirchhoff's Voltage Law 下降的 加下降的 要等于上升 OK 这个就是 用科系合乎电压电流 然后 这VR1是什么东西啊 这应该有个R1 VR1是什么东西呢 VR1就是等于I 乘是R1 VC呢 就是等于Q 这边 比如说对积了Q的电量 被capacitum来组 OK 好 那么 这个就是这个式子 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个里头来 就得电路方程 所以做这种问题 你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把电路方程把它写出来 这个时候电路方程不像我们以前讲的串联电路那么简单 它是这个样子的 你要写得出来 我们用这个电路方程要解采的时候 我们首先注意它的起初状态跟末后状态 你看看起初状态跟我们当初判断的对不对 T等于0的时候 这里还没有堆积电荷嘛 所以Q等于0嘛 这个时候I呢 我们就令它 这是0 OK R1 I就等于V1 over R1 就是I0 我们就令它等于I0 OK T approachesInfinity的时候 这是Qmaximum Qmaximum 电流等于0了 我们说电流等于0了 OK 那么 就说最后它的电流变成0了 那么这个 这是起初末后状态 那么介于这两个时刻当中呢 那么我们要解这个式子 你看R1 C V 这都是常数 I跟Q是变数 但是这两个变数之间会有关系 并不是独立的 那I跟Q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 如果你这里取一个界面 电流的意思就是说 DT秒从这里穿过去的电量 叫DQ 另外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要用的 就是看这个电容器的这一端 你看 DT秒里头 它的电量增加DQ 增加的话就表示这个电量是进去的 对不对 电流是往这个方向的 所以现在呢 应该是正的 这个要注意 我们是要看电容器 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 大家都乘一个C 搬一搬加 I就变成DQ over DT 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然后我们就把DQ 这个拿到DQ这边来 因为我们要积分的时候 同一个变数要在同一边 然后其他的DT呢 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常数提出来 这个积分 这个就变成log Q-CV 因为你这里可以把它当做 扩乎 D扩乎Q-CV CV是常数 D CV就是等于0 所以这个 这个式子可以变成这样 起初 Q等于0 后来Q等于Q 那这个呢 积分就是 R1C分之1T 这个就是T 上限是T 这个就是T等于0 我们把它积分积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积分变成这个 这个积分变成这个 然后我们再把它化成 化成这个 你可以说Q-CV OVER-FU-CV 要等于Exponential E over R1C 乘上T 然后我们把CV拿过来 把它提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现在可以把 R1乘C 这两个都是常数啊 那它等于Tone 1 Tone 1 那这个就称为 时间常数 Time constant 因为它的单位就是秒 OK 那我们刚刚算出来的Q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电容器上的电量 跟时间的关系是这个 OK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化成一个曲线 化成一个曲线 Q 跟T的关系 这一条就是这个曲线 OK 那么我们这里就看这个Tone 1 Tone 1等于R1C Q等于 Q等于这个 就是当 Time constant等于 这是Time constant 假如说我们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常数 你看这个时间 这个正好也等于Tone 1的话 那这不就变成Exponential-1次方吗 Exponential-1次方就是等于0.368 然后减一减变成0.632CV 变成CV就是Q Max 所以这个曲线是这样子的 它在0的时候 时间为0的时候 Exponential-0次方就是1 1-1就是0 时间变成无限大的时候 这一项变成0 它就是CV 就是Q Max 然后当中呢 它就从这里慢慢的tune起来 这就是等于一倍CV 一倍的time constant的时候 它充电已经充到这个地步 充到这个地步 那这个time constant 它可以决定 我们充电时间 从这条曲线 它的slope是大还是小 就是说它是比较抖呢 还是比较缓 如果R1比较大的话 那这条路就比较缓 这条曲线比较缓 这个比较小的话呢 那就是它很小 它就已经到了这里了 所以就比较抖 比较抖 然后我们知道Q跟T的关系是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算电流啊 我们刚刚不是定义电流等于DQ over DT吗 你把这个式子被T来为分 就变成这样子的 或者是变成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式子里头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曲线 它是下降的 T等于0 这是exponential 就是这个0 就是1了 就是V over R1 这是最大 那么当这个变成无穷大的时候 降低为0 它的曲线是这样子的 当这个时间等于1倍的时间长数的时候 它的电流已经降到 只有原来的电流的exponential分之1 好 那么我们刚刚这里就是介绍 如果时间等于1倍的长数 1倍的长数 就是说 时间等于1倍的长数 Q等于这个 I等于这个 这个时候所需的时间呢 是时间长数 就是1倍的时间了 exponential exponential-1次方 就说这个时候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1倍的时间长数 这是1倍的时间长数 那这个就是时间长数 其实我们只要直接 这个乘这个多少就好 那么我刚刚说过 这个是大小 主宰它上升或者下降这个曲线 缓慢还是很直很抖 越大的话越缓 越小的话这个越抖 就是说它上升或者下降的就越抖 通常啊 你看它最后会approaches maximum值 这个最后电流会下降到变成0 只要这个时间 理论上它是要到无限大的时间 才会趋于最大 才会趋于 电流趋于0 可是呢 一般来讲 它只要超过五倍的时间长数 它这个曲线就已经到顶了 这个曲线就已经看底了 由于这个时间长数 完全由电阻跟电容决定 所以我们调整C的值 通常这个电容器 我们用可变电容器 就可以控制时间长数的大小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 电阻器 我们刚刚讲的R1 它的端电压就是VR1 VR1是等于什么 R1乘上I 这个跟时间有关系的话 就乘上IT 我们把IT存过来 那么就可以化成这样子 R1R1月掉 最后变成这样子 这就是电阻器两端的电压 跟时间的关系 像这样子的就是说 时间等于0的时候 它的电压 端电压最大 时间区无限大的时候 电压变成0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 是Q over C 我们把Q用这个带进去 最后我们可以化成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上升的曲线 最初的时候 T等于0 那就exponential 0次方就是1 1.1等于0 最初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等于0 到这个 T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等于0 最后的电压就是这个 断电压 好 现在这个特别的重要 要注意这个式子 在做题目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的话 有时候很审视 比如说我们电流 充电的时候 电流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 对不对 好 好 好 那么 当 电 当时间等于0的时候 你看 这就exponential 0次方 就是1 电流等于什么 V over R1 什么叫V over R1呢 就是如果电容器是短路的话 就是电容器拿掉 我们用一个理想电线接在这里 那这一条路就没有电容器了 好 那么 一 开关一切上去 这个电压 这个电 这个电流 马上就是V over R1 就是我们以前的直流电 所以说 在充电的时候 它这个电路要记住 T等于0的时候 你可以把电容器 当作是短路 但是当T approaches infinity的时候 这个整个变成0了 I等于0 I怎么会等于0呢 那就是当这个是断路的时候 断路的时候 所以 以后你要注意 像这样的一个电路 你开关一关上去的瞬时 关上去的瞬时 这个可以看成是短路 你关上去 经过好久好久 这个就变成短路 记住啊 这个在写题目的时候 用的很多 而且很方便 你如果知道这个的话 那就非常方便 好 现在我们看电容器放电的过程 我们这个电容器已经充电了 比如说 已经充电了 就是说 我把这个接到1的时候 经过一段时间 这已经充电充到某一种电 某一种的就是Q 跟副Q 那电流呢 已经变成某一种值 从0开始到所谓的I0好了 好 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把这个开关切到2这边来 那这个电容器 电动器 电动器就不再供应电流了 不再供应能量了 好 那你不供应能量 这里 这里呢 没有电流再进来啊 可是 因为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的原因 所以 他会沿着这条路放电 所以这个时候电流啊 倒过来转 倒过来转 一开始电流很大 但是 因为有电阻的关系 他消耗电能 所以电流的能量越来越消耗了 最后就变成0 电流就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 把 把这个电阶 当充电到 充电啊 接到1的时候 充电到这个变成Q0 这边是-Q0 然后把这个 做人关到这边来 重新计时 重新计时 好 那么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时候他不在供应电了 那电流就是从这边 倒过来转了 因为是他在供应了 他供应电流的时候 就是 代表 10克 等于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是-I 于是这里会有一个 压降 这边是压降 电流是这样过去 所以这个压降 是这边振这边付 然后电流是这边过来 这边振这边付 所以根据克希和夫的电压定律 你这样转一圈的话 两个压降 要等一个压升 两个压降等一个压升 那这个呢 是等于I乘是R1加R2 认为I同一个 就是在任何时刻提 这时候是I 那么 这个就可以化成I乘是R1加R2 要等于VC 就是等于Q over C 电容器的定义里头得到 那为了方便 我们把R1加R2 令它等于R 所以呢 这个式子就化成 比较更简单一点的式子 Ir等于Q over C 就是这个式子 那现在我们看 初始状态 这个式子的 这就是它的circuit equation 放电的时候 电路的封城 你一定要会写 你要会判断 要会写得出来 然后T等于0的时候 Q等于Q0 所以I就等于Q0 over R 是等于R1加R2 我们令这个叫做I0 就是最初的电流 当当这个切到这里无穷大的时间以后 它放电放完了 Q等于零 Q等于零 Q等于I等于零 那么现在我们要解这个方程式 Q Q R跟C是常数 Q跟I是变数 但是啊 这两个变数也不是独立的 它有关系 那这个时候的关系是什么 要特别注意这个 I等于-DQ over DT 这是对电容器来说的 因为啊 它现在在放电 对不对 所以它的电量 经过DT秒以后 它的电量就要减少 就是-DQ 这么多 就是说这个 这个电量本身是负的 负负责症 才会等于I 这个要记住啊 这是对电容器来说的 把这个带到 Circuit equation里头去 我们就得这个方程式 然后把Q搬到这边 DQ这里 DT在这边 7分 变成这个数字 然后这个呢 Q 最后可以化成 Q 代表Q0 Exponential -E over RC 乘T R 本来就是R1加R2 我们就令R1加R2乘C 叫做Q2 叫做 这个Circuit 这个Circuit 它的时间长数 时间长数 那么我们可以把Q 跟T的时间看出来 这是一个下降的曲线 T等于0的时候 Exponential 0 最后是1 就是Q0 T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变成0 所以Approaches 0 这个就是1倍的时间长数 它电量已经下降到这个地步 然后你知道Q了 你就要求I 对不对 求电流 电流是等于什么 是等于 这个 DQ over DT 就把这个式子 对时间来微分一下 微分一下以后 就变成这个式子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R1加R2乘C 变成Tor2 这就是电流 跟时间的关系 画出曲线来就是这样子 那也是 T等于0的时候 是I0 T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Approaches 0 这样子 那么 现在我们再看 电流 跟时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你要求R1 就是我们刚刚电路里面 那个R1 两端的端电压 它就R1乘IT 你把这个乘个R1就好了 如果要求R2 这个电阻两端的端电压 就把R2乘上这个就好了 如果要求Volt 这个capacitor 两端的端电压 就是QT over C 你把QT带进来 就是这个字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最后看一个立体 这个图 是这样的 一个电阻器 这是电容器 当电容器充满电以后 充满电了 然后我们 把这个 这就是关起来 关起来 开始计时 经过多少个时间 常数的放电时间 放出电量的一半 多少个时间常数 然后能量放出一半 然后能量放出一半 也是多少个时间 多少个时间常数 能量放出一半 那像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你把这个时间常数 修出来 这个时间常数呢 就是R2乘C R2乘C 对不对 就是R2C 就是时间常数 那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知道 电量 因为它是放电 放电 这是它的最初 Q Max 像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怎么看呢 就是说放电 最初的时候 就有Q Max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这一项等于1 对不对 T approaches0 这个就是 变成0 像这个式子 你要常常用它 你就会 自然去写得出来 你不能平常都不用 然后考试的时候 把它拿来背一背 那你会用才怪 你会算得出来才怪 好 现在我们说 什么时候啊 电量变成原来的一半 多少个时间常数 那你就把这个 Q等于2分之Q Max 等于这个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Q Max 约掉 这个式子 就可以变成 Exponential T over time 等于2 这个式子 又可以画成 T over time 等于Natural Algorithm 2 等于0.693 所以 T就是等于0.693倍的时间常数 好 B 能量 它的能量 它的能量是这个 这是 电容器的能量 2C分之Q平方 这当然是任意识刻 真的是这样子的字 好 那么 当这个等于0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是它的最大的能量 最大能量就是这个 最大能量 现在我们说 现在我们说能量要等于1分之1的这个 2分之1的这个能量 等于 等于这个的时候 等于它的最大的能量 乘上多久就变成只有一半 从这里头 从这里头 你把这个约掉 同样可以解出来 T是等于0.347个TOP 你们一定要做题目 不做题目 这些东西 你说我临时再来背 或者说我临时借别人的笔记 借别人的CT来背一背 没有用 就算是你虾猫碰到死老鼠 让你那一次考的 勉强过了 你还是什么都没有得到 对不对 所以你平常要做题目 我都有题目给你们 要好好的去做 好 我们这一章就介绍到这里